黄盛平先生所泄漏及交付秘密的范围较第一省有所增加 譬如在102年8月31日、9月1日向总统韩久先生报告时 以及在同年9月4日向行政院长江宜华先生报告时 除了泄漏关于全民电通更衣审案件 因属于侦查中的机密事件以及实施通讯监查的结果 所获得因守秘密的机密资料以外 另外还泄漏陈荣河先生90万元部分的汤案件 以及柯建明先生涉嫌判说假释案件、行贿案件 以及全民电通某位证人伪证案件等属于机密的资料 表弟说明信用通某位证导 bew muchas 組合体貌文猟 Pow Fol fold